他那个痛点还没有去到企业家 E-Invoicing 到底是什么来的 刚开始学习当中 我还没有知道 所以我来听听他们说 是的 我知道 它是关于电脑的 一定会乱咯 因为进行程序 什么东西都还没有确定 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准备 一下子就要进行 你给一点三级时间 收到垂直 你要制作一些罪犯之类的东西 也是很头痛 这是一个平台的平台 我们用了一种平台的系统 就是一个计划 与企业和购买 知道 不过我是从YYC会知道更多 坦白讲 E-Invoicing 就是一个新的 应用的 就是要我们把电子化 我们的E-Invoices 然后要 I-Invoices 这样子 才可以 就是 计划 这样子 很好 今天很感谢也是因为 来到这样的平台 今天YYC主办的 才有这样的机会了解 不然的话 真的很萌叉叉叉 他那个痛点还没有去到企业家 E-Invoicing 到底是什么来的 他给企业家痛点会有多深 来到今天我才知道 如果没有来的话还是不知道 真的是萌叉叉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